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女人心中的楚痛 需要的爱得不到温暖 难免会感到生活的失落 为了生活 四处奔波 是男人的真实写照 不得不舍弃在家的妻子外出打工 长久感情的却是让一颗寂寞的心备受折磨 48岁的王女士忍受不了独守空房的寂寞 背着丈夫有了婚外情 本以为隐藏得很好 没想到却被丈夫发现了端倪 事情败露以后 丈夫刘先生表示只要妻子真心回归家庭 可以原谅妻子的过错 没想到王女士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理直气壮地要求丈夫答应她的三个条件 婚内出轨本身已经已经犯错 王女士竟然还提出了三个条件 这让刘先生愤怒至极 随即提出了离婚 来自刘先生的字数 我叫刘志华 今年48岁 和妻子小平结婚20余年 虽然感情一般 但生活还能说得过去 这些年我在北京一家快递公司做装卸工 人到中年上游老下游小的压力挺大 拼命挣钱也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每月挣的钱按时给妻子上交 只盼着早已给儿子攒够结婚用的钱 据少离多的日子妻子的怨言不少 对此我也只能尽量安慰妻子 劳累一天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 自从那天吵了一架以后 已经好多天没有收到妻子的信息和电话了 给她发信息也不回 心里不免有些担心 想想也是自己的错 这都出来三个多月没有回家了 妻子的心思我懂 可在这里干活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也不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累得不想动翻来覆去的咋也睡不着 脑海中不由的就浮现出我们的过去 我和妻子小平就算是自由恋爱吧 和她认识也是机缘巧合 记得那是中专毕业后 在我们这座城市找了工作的一天夜里 我和几个朋友聚会完以后回租住的地方 喝了点酒晃晃悠悠的骑着自行车往回走 漆黑的胡同里伸手不见五指 远远就看见几个人影在晃动 本以为是一块的几个人在行走 快到跟前的时候模糊看见两个男孩和一个一个女子 拉拉扯扯 年轻小伙搞对象发生点摩擦很正常 走近以后发现原来不是这模回事 只见这个女孩本能地往我自行车后边躲 还说让我帮帮她 说是这模说两个男孩骚扰她 我一个打工的又不是本地人 本不想多管闲事 可是女孩抓住我的自行车不放 两个男孩骂骂咧咧地让我少管闲事 还想上前揍我 我抓住自行车和他们绕圈圈 黑暗中一个男孩拿起砖头就向我砸来 躲避不及狠狠地砸到了我的头上 鲜血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两个男孩骗我满脸是血下的一溜烟跑开了 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可是把我吓得不轻 女孩健壮脸色煞白地扶着我去医院做了包扎 好在只是皮外伤 就这样我和这个女孩算是初步认识了 她叫小平来自周边山区县 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 下夜班后遇到了男孩骚扰她 要不是我及时出现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后来下班时不时地会遇到小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互生好感 就开始了谈恋爱 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 相互之间的联系只有相约见面 从那以后小平下夜班就等着我去接她 我们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再逐渐升温 年轻人莫能抑制住内心的冲动 我们同居在了一起 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早上小平刷牙的时候不断肝傲 起初还以为是刷牙引起的 可是小平好告诉我她已经好久没有立嫁了 这时候也才意识到是怀孕了 到医院一检查果不其然 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心里瞬间慌了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劝说小平把孩子打掉 她却一个劲地掉眼泪 由于小平妊娠反应比较厉害 班也尚不成只有辞职 刚开始我上班还能维持我们基本的生活 可是随着小平的肚子慢慢隆起 加之妊娠反应严重 我也只能被迫辞职 没有了收入来源在城市里过不下去 只能带着小平回农村老家 看到我带对象回家 父母家人游喜转忧 喜的是我带回了对象 忧的是小平已经怀有身孕 不结婚都不行 面对我们这个不富裕的家庭 根本拿不出结婚用的钱来 最后没有办法 父母硬着头皮东拼西凑 才简单修了一下房子 买了点家居家店 找了个没人去小平家商量结婚的事 小平的父母和家人并不同意 让他嫁到我们一个一穷二白的家里 奈何小平怀孕多月 也只能勉强答应我们的婚事 简单的婚礼就算成家了 婚后的生活过得还算和谐幸福 随着儿子的出生给我们这个家庭 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最初的那几年我在本地打工 挣的虽然不多总能每天回家 陪伴在妻子身旁 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 妻子要求让孩子去县城上学 我们夫妻已经吃了莫文化的亏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租住在县城开销无形中增加 在当地打工真有些入不敷出 我提出想去江志一带打工 可是被妻子拒绝了 她说孩子还小 不想让我走得太远 为了增加收入 我白天上班 晚上就去夜市上买些小孩玩具 多少能为家里增加点收入 儿子上了小学以后 妻子也在超市找了份工作 我们夫妻俩的收入 也够供儿子上小学的开销 也许是来到县城的原因 妻子开始注重起了穿衣打扮 有时候买些贵的衣服 鞋子化妆品之类的 我心里虽不舍得但嘴上又不敢说 只能由这妻子 转眼兼儿子就要上初中 我的观点是吃饭穿衣粮家当 让儿子上个普通中学 可是妻子坚持要让儿子上私利 钱不够只有出去借 看着入不敷出的开支 我又一次提出了外出打工 这次妻子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就跟着同乡来到江苏的一家工厂打工 反正是寄件工资 钱的多挣的多 收入是增加了 可是一年半载难回一次家 妻子从这开始对我的抱怨越来越多 以前电话里的安慰变成了责怪和唠叨 总是说我钱挣的不多也顾不了家 争吵多了以后就联系的越来越少 家里莫傻是很少打电话 最多就是时间长了客套的问候两句 好不容易高兴地回家一次 能兴奋一天 剩下的就是无休止地争吵 我也不愿意和他过多计较 吵得厉害了 索性出去找朋友聊聊天 朋友劝我还是要多回家 不要冷落了妻子 当时我还以为是朋友善意地提醒 就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 后来我才知道从那时候起妻子已经不老实了 前年的时候听朋友说在北京装卸快递挣钱多 干力气活没得说 于是就辗转来到了北京打工 好的时候能挣个万元以上 差的时候也能挣个五六千 这样的收入我还比较满意 辛苦干了多年 也在县城按揭下了房子 房贷还的也差不多了 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赶紧给儿子攒结婚的钱 父母年龄也不小了 压力太大根本不敢停歇 于是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这天刚洗漱完准备休息 多年的好友给我打来电话 拐弯抹角地告诉我妻子可能在外边有人了 起初我根本不相信朋友的话 在我心里妻子不是这样的女人 挂掉电话后我反复回想着回家时候妻子的举动 不免心中产生了疑惑 小平总是手机不离手 甚至洗漱的时候都要放在身边 而且这两年来她越来越注重收拾打扮 即使我很少回家 对于夫妻生活也没有过去那样主动 有时候想跟她视频聊聊天 总是被她很快挂掉 说发信息就行 朋友的提醒加上妻子的变化 我心里瞬间觉得事情不对劲 越想一点越多 难道妻子真是背着我出轨了 这几天干活总是走神 心里根本不在这里 于是就请了假偷偷回家一次 看妻子是不是真的背叛了我 回家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一张凌晨到家的车票 下车回家的路上心里默默祈祷 但愿妻子能在家 可是当我打开家门的时候 果然家里空无一人 给妻子发信息没有回复 打电话显示已经关机 一点睡意没有的我在沙发上坐到天亮 九点多妻子提着她的小包回了家 看到我在家里她并没有惊慌 只是说了一句回家也不通知 她一声就往卧室走去 我叫她问昨晚去哪里了 和谁在一起 虽然小平的回答自如 说是去她朋友家住了 据我所知妻子有几个朋友 都是有家庭的人 自己有家不回去在别人家里过夜 这根本说不过去 于是我坚持问她要电话何时 她却骂我疑心病太重 从她游离的眼神中 我就看出了不正常 有些气愤的一把夺过了她的手机 没有密码我也解不开啊 争夺中她气愤的把手机摔了 没有了手机我也有办法 当初这个手机号用的我的实名 查查她的通话记录不就知道了吗 当时在北京的时候 我就好几次忍不住要查 可是一查她的手机就会收到信息 因此我隐忍到了回家 她不敢打开手机让我看 里边一定有猫腻 这一查果然不出所料 无数个同样的电话号码出现在花费清单中 面对不争的事实 本以为妻子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哭求我的原谅 没想到妻子却理直气壮的埋怨起了我 说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冷落了她 自己做出了背叛婚姻和家庭的事 还这么理直气壮 可是把我气得不轻 因为我知道妻子料定我不会和她离婚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这也许就是我唯一的软肋 她把我拿捏得死死的 这都不算莫想到 她还对我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夫妻还是夫妻 以后每月给她三千块钱 谁也不干涉谁的生活 第二 如果觉得心理不平衡 让我也在外边找个感情的安慰 她绝不干涉 第三 这件事不能让儿子和家人知道 在孩子和亲人面前像以前一样自如 以免影响到孩子的事业和婚姻 不能让她在亲戚跟前留下不好的口碑 听了妻子提出的这三个条件 我瞬间不淡定了 本以为让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以后回归家庭 我也既往不救 没想到她不思悔改 还提出这样让我无法接受的条件来 我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 既然你喜欢婚外情的生活 那我就给你足够的自由 我惹不起你还躲不起啊 于是对妻子说道 既然是这样 还不如趁早离婚 我就再老实 再好说话 也不可能容忍妻子光明正大地去背叛婚姻 妻子听我说完 回了一句你就不为儿子考虑一点吗 就走进了房间 儿子还没有成家 现在离婚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婚姻 于是我想了三天 最后还是决定和妻子离婚 邀请大家继续看一下一个故事 再婚半月要散伙 大妈委屈诉说 除了吃喝 脑子里就琢磨一件事 孤独的晚年总想找个陪伴 对于独身的老年人而言 选择合适的伴侣 一起携手走过晚年就是一种幸福 然而 想要寻找的幸福 面对现实生活时 却是那样的残酷 有多少在婚或者搭伴 一起生活的老年人过得不如所愿 老年基人的婚姻 同样会被柴米油盐的生活所裹挟 本就没有感情和生活基础的 两个人少不了矛盾与争吵 走着走着就该有所想了 57岁的景大妈与 60岁的丹大叔喜结良缘 本该一起幸福生活的两个人 在再婚后矛盾不断 争吵不休 景大妈委屈地说道 她一天除了吃喝 脑子里就想一件事 这样的生活真的难以继续 景大妈与丹大叔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 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大妈的生活 去倾听她的生活故事 来自57岁景大妈的字数 我叫景林芳 今年57岁 老伴去世的10年 里间我一直过着独居生活 虽说有些孤单 日子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 儿子在外地工作成家 也没有多少时间回来看我 孙子上学以后 而媳妇就把亲家母 接到了家里帮忙带着 我这个婆婆自然就成了多余的人 只要儿子一家过得和睦 我倒是没识磨 逢年过节的时候 能回家看看就好 迈入老年的门槛 只要自己健康就好 老伴50岁的时候 被查出癌症晚期 虽然四处求医 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老伴的性命 年轻的时候 就劝他别抽烟烧喝酒 就是不听 人生才走了半成 就留下我撒手人寰 是悲哀也是一种无奈 老伴去世以后 每天守着空荡荡的家叹息 都不大愿意出门 即使关系较好的鸡个姐妹 叫我出去散心 也是没有一点兴趣 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孤立了起来 要不是儿子叫我去帮忙带一段孩子 也许我早就抑郁了 在儿子家里每天忙碌着 也顾不上想心中的悲伤 儿媳妇小燕特别懂事 对我十分不错 尤其是她说的那些掏心窝的话 让我感动不已 儿子和儿媳对我在好 这里也不是自己的家 每天朝夕相处难免会有矛盾 没过多久我就失去地回了自己的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也逐渐从失去老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慢慢开始适应一个人的生活 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再找个老伴 我有退休金和独立的住房 自己能养活自己 半路的夫妻能和睦相处的并不多 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后来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我改变了主意 有一次下雪出去买菜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 虽然没有骨折 但软阻止挫伤让我足足休息了大半个月 那段时间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脚疼得下地走路都困难 吃喝拉撒都成问题 晚上疼得睡不着觉 想喝口水身边都没有个拿杯子的人 想到伤心出眼泪就流了出来 仅仅是软组织挫伤就这么难 万一以后身体再有不适起不是活遭罪 看来身边没有个知冷知热地人还真不行 身体恢复好了以后 心中就有了找老伴的想法 唯一担心的就是怕儿子儿媳不同意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儿子打去电话 没想到儿媳妇儿是如此的支持我找个老伴 还说身边有个人照应他们更放心 有了孩子们的支持更加坚定了 我找老伴的心 在姐妹们的介绍下 认识了公路局退休的老丹 他也是丧偶 比我大三岁 一个女儿在外省工作成家 独自住着三室一厅的房子 也没有任何负担 最关键的是老丹身体硬朗健康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们彼此都很满意对方 于是就商量着组成家庭 老丹的意思是想搭办 不想领证结婚 我可不想过那种搭办的日子 既然都有心思走在一起 那就名正言顺地领证结婚 最后老丹同意了和我领证结婚 可他提出的条件是 每月给我三千五百块钱的生活费 婚前的财产和退休工资不让我过问 这倒没时磨 愿意走在一起又不是涂他的钱财 只要两个人能和睦相处就行 置办了基建衣物 在两家亲人和朋友们的祝福下 我们结合在了一起 婚后的日子过得相对平静 老丹没有做家务的习惯也很正常 洗衣做饭本就是女人的分内饰 这些芝麻小事没必要和他较真 和老丹在婚前我就告诉他 自从老伴去世后我就患上有了失眠症 晚上不能被打搅 否则整晚的睡不着觉 这些情况老丹都知道 没想到老丹的企业是如此的频繁 刚开始还轻声的去卫生间 后来老丹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大半夜的上完卫生间坐在客厅看起了电视 时间久了我肯定难以接受 我就提出和他分开睡 没想到老丹听了以后火冒三丈 说我对他有了二心 我不就是想睡个安稳觉吗 怎么到他嘴里就成了我有二心 家里忙碌一天晚上都不能睡个好觉 我的身体怎么能吃得消 其实还有一件难以启齿的是不愿意说 那就是老丹每天都要和我相拥而眠 对于夫妻生活也是太过频繁 总是想方设法的要和我纠缠在一起 只要拒绝他就会给我脸色看 因为这个闹了不少别扭 每天睡不好不说连个好心情也没有 总不能每天让我看他脸色做事吧 自从搬到次握住了以后 老丹每天晚上都要到我的房间来 一折腾就是半宿 真是比年轻人都能折腾 都是花甲之年的人了 应该以身体健康为重 凡事都不可以过度 道理给他讲了无数次 他啥也清楚明白 可他就是克制不住自己 你不考虑你的身体 我还要自己的健康呢 这样无休止地折腾我可真是彻底接受不了 于是就和老丹严肃地谈了这个问题 老丹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度 反而底气十足地说我是他合法的妻子 理应尽到妻子的职责 一日三餐伺候着 家务过都是我干 我还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吗 作为老伴一点不体谅我 没有最起码的关心与呵护 反而对我提出的都是随心所欲的要求 这样自私的老伴还不如没有 大吵一架之后 我生气地回了自己的家 虽然老丹三番五次弟弟要求我回去 可我看见他都害怕 真不想和他再继续下去了 如果换作是你 愿意过这样的再婚生活吗 大家说我的选择对吗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 接受视频通知